陈佩琪夫人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东西吗 你贴文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用脑袋去看 用词操纵直播上开呛 馆长这回也看不下去 陈佩琪要以公园身份开人头公司 对柯文哲的争议连环报更是崩溃大叹 我是拿着 拿着家底 跟你们走 我们是相信 你们会做公共利益的事情 这个都是很低级的错误 政治要求的就是最高道德标准 连友军也站在对立面 但坚定相信柯文哲清白的依旧是家人 我叫在学校平行第一 是我的症 我一百分的相信我的症 不可能啦 我跟你说啦 如果要贪我 八儿子寒冤品信第一 不可能会做假照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也百分之百相信自家主席 更要立保自己跟事情无关 我老实跟他讲 配这两家公司我完全不认识 强调没接触过木可公司 不过在今年三月底跟主席一同参加活动 黄国昌后方背板就写木可两字 连上衣也疑似为木可出品的衣服 就有网友质疑是忘记还是害怕响起呢 而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 10号在脸书发文 亦有所指说要远离成骚 在民众党还在努力查账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放上前总统陈水扁夫妇 以及柯文哲夫妇照片对比 痛指一直选一直转 难怪要义无反顾拼一次 更酸感觉又是一对金氏夫妻 这回连自家人也挺不下去 何况蓝绿目标一致 齐开炮 TVB的生活高者杨宁轩 台北朝报道 三天三夜 三个半夜 所有主导 海上三天三夜 牛档主题客人哲 去年7月举行募款演唱会 就算一张票要价8800元 支持者也不嫌贵 不过这些钱如今去了哪边 四口就有没甜 接货爆料原来这些钱 通通进了主办单位 木可公司的户头里面 之所以会被发现 全是因为去年7月27日 门票收入突破531万元的 这场募款演唱会 七十七万元净利 没有申报政治献金 引发质疑 虽然事后 木可公司曾在12月 给了柯文哲 政治献金100万元 但随即在今年1月 遭全数退回 从大尾 账目没有出现过 这七十七万元 而签账的会计师端木正 承认民众党中央委员 会计师既然签证完了之后 他在上面盖了章 他就必须要负起 这样一个责任 柯文哲本身 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有没有获取 所谓对价的报酬 我想那是柯文哲 自己要去处理的问题 演唱会并不是募款 而是单纯的商业行为 由募可支出 募可收入 一切都按照合约进行 靠演唱会赚来的七十七万元 民众党强调 不是募款 单纯是商业行为 但这一年前 柯主席的说法天差地别 有所谓的募款 与商业行为之间 不只是柯文哲的演唱会 如今更有议员发现在总统大选期间 代表募可公司与其他厂商 洽谈合作的理性工作人员 同时领着柯文哲进办薪水 这个李婉轩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支领的柯文哲 竞选总部的薪水 他应该受聘于柯文哲进走 那为什么他又可以代表募可 去跟人家谈所谓的合作呢 那很可疑啊 同样一份申报 项目里面 牵扯出无数上代 厘清的支线 这把货 短时间内 可能难以扑密 回到故乡新竹 合体妹妹柯美兰 但民众党强议柯文哲 一脸心事重重 因为不止自己竞选金流 被指控 家人也卷入违法争议当中 柯文哲的妻子陈培奇 要成立小草咖啡厅 因此用儿子的名字 来当人头 成立智姚传媒公司 地址就设在民众党 党户这里 陈培奇被告发后 脸书长文连发 坦承想开咖啡站 当小草聚散地 但自己9月才退休 公园不能当公司负责人 才用儿子名字成立公司 该关多久 该赔多少 通通认了 等走完法律程序后 再叫儿子去销户 不过外界质疑 既然要开店 为何要大费周章 成立公司 这逻辑 连柯妈妈都看不懂 咖啡厅何对公司 咖啡厅是店 什么公司 就是今天机器 今天节 有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 人家人讲话 七夕怎么过 柯文哲这苦笑 给出答案 陈培奇脸书自嘲 柯文哲大概被气到 晚上不想回家 不过也强调 虽然自己有翻译 但未犯行 请法院从轻两行 虽然没实质营业 但陈培奇身为公务人员 除了可能触犯行政法 禁止违法兼职条款 被寄过之外 刑法的部分 假如申请过不开业 或兼职奖金 恐涉嫌贪污 治罪条例 可处七年以上徒刑 另外若伪造文书 违反公务员 但载不实罪 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假如陈培奇确定有刑事责任 儿子是否会成为共犯 陈培奇未退休生活 欲做准备 只是骑不太早 恐将一家人都脱下水 TVB新闻 陈世敏 刘立成 陈亭新竹 台北 怎么报道 每天都有奇奇怪怪的事 但是重点是这样 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机会 回到新竹 参加小草协会成立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先花时间 让支持者安心 原因周六下午 要到新北一起玩水 却突然缺席 只剩自家立委和议员 柯文哲连书发声 把当初经手账目的同仁 和伟多的会计师 全部找回来 重新清查账目和相关凭证 就是因为2024同大选 经费被报 有作假账嫌疑 哪一些究竟是在 这个申报过程当中 是被扶报 甚至是被灌水进去的 当时承办造势的 石乐活动公司 透过媒体人发声强调 民众党申报资料中 500万并非本公司承接业务 而同一位负责人的 另一间公司 尼奥也说 柯文哲去年12月20号 支付尼奥的216万 以及今年1月15号 支付的200万 尼奥公司完全没收到款 三笔加起来 超过900万 钱去哪里了 速度可要快了 因为再被揭露 其中一笔问题经流 签证会计师端木正 在2020年大选 排进民众党 不分区立委名单 也承认民众党中央委员 民进党议员 简书培加码爆料 端木正在担任 富邦读董时 曾说薪水要回捐给民众党 而且当时 柯文哲竞选总部的 财务总管李文娟 就是柯文哲高中 好同学的妹妹 同时也是 木可公关的负责人 关系如此紧密 也被批评 也被批评 左手换右手嫌疑 其实我老实讲 我加入台湾民众党到现在 对于您刚刚所讲的这个人 我还真的没什么印象 我当然百分之百 相信柯文哲主席啊 依旧相信柯文哲清廉 正在同一阵线 就看这账本 要查多久时间 TV圈告知 杨阳佩玉新北枪报道 周六行程到基隆拜庙 走市场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和乡亲聊得起劲 面对2024 帮党主席柯文哲竞选 期间金流惹出争议 也不回避 昨天有去对账 对账完毕之后 发现有这样的错误的话 会对厂商非常的抱歉 所以接下去会 再进行进一步的查证之后 会在这样检察院 这边做补充申报 账目上面有很严重的瑕疵 时任竞选总干事 把账目重新检视 就是因为被发现 柯文哲2024年 总统选举政治现金申报 有多笔可疑金流 当时承办造势 火候公司时乐发声强调 民众党申报资料中 500万并非本公司承接业务 而另一间公司 尼奥也发声 柯文哲申报 去年12月20号 支付尼奥的216万多 以及今年1月15号 支付的200万 尼奥公司都没有收到款 三笔加起来超过900万 疑似做假账 一些究竟是在 这个申报过程当中 是被扶报 甚至是被灌水进去的 对此民众党澄清 是账目上瑕疵 会尽快补证资料 但金流有问题 还包括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自曝又别人名义开公司 而这别人似乎就是自己儿子 现在感觉好像陈佩琪 一个人就要单起来 要洗白柯文哲 大呛柯文哲不可能不知情 但从前一天 陈佩琪自报道歉之后 又在贴文下补充 先大概被他气到晚上不想回家了 事隔一天再发文 他算是有翻译 但未有犯行 请法院从轻量刑 看似替丈夫扛则 不过不止家人卷入复杂金流 恐怕触法的还有 被发现 金人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 IG现实动态 9号转发民众党青年部 招募幕僚的实习讯息 IP政党想渗透校园 青年不澄清 并非私下探寻 中文正义都要等柯文哲 亲自说明 TV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 我们下载跟中华队一起